主播各位觀眾 國防部今天上午舉行將官訓勉典禮 今年共晉升五名中將 二十位少將 總統蔡英文親臨訓勉典禮現場 來鼓舞軍心士氣 一起來聽聽看他的談話 謝謝各位堅守崗位 守護國家安全 在場的每一位將官 都是經過長時間的情訓精烈 才能有今天的成果 我也要謝謝現場的眷屬的支持 各位都是我們國軍重要的後盾 這幾年來 我們持續推動國防自主 提升守護國家安全的力量 不論是國艦國造 或者國機國造 都有具體的成果 去年底 我們提出了兵力結構調整的規劃 來強化全民國防 在上個月 也有首批我們女性 護備軍人 自願參與教招 我們逐步落實國防改革 加強國防的戰力 以及韌性 在這當中 都有各位的努力 和貢獻 好的蔡總統 除了感謝國軍監守崗位 也強調這幾年來 調整兵力結構 包含國艦國造 國機國造 在在都有國軍 弟兄官兵的貢獻 也希望讓世界 看見台灣 守護安全的決心 以上現場最新把時間盡頭 就很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